ngày 5、 demise diaries 這兩個頻道都掉線了 應該是網絡的問題 這不能怪傑瑟 這要怪的話 也要怪Philips PhilipsKit Rogers 弟兄姐妹平安 本来是我想请David弟兄 还是给我做翻译 但是考虑到他最近英文忘得差不多 但是在中文的读圣经讲道的上面 有很大的长进 所以刚才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全教会弟兄姐妹 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弟兄在神的道上 有没有什么长进 他的长进在哪里 对我们成年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辩齿 对年幼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鼓励 我想希望大家把David弟兄放在大家祷告里面 在教会的传道人当中 男人越来越少这是不对 下一代的人在教会里面 人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教会就已经 很多现代的教会已经变成妇女会了 而且是老年妇女会 这个是跟神的教会原来的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缘故 大家珍惜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在教会里面做服事 不是装模作样的服事 乃是真心的服事 而且我们也看见不但有90岁的牧师在这里做传道人 我们还看到20来岁的年轻人也在成长 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他讲的怎么样 但是他讲的怎么样不重要 其实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就很重要 是不是这样 我相信大家有耳朵都听到了 他讲的非常的好 我们为此来感谢神 一个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 我们叫天路客 天路客就是信主了以后人走路叫天路客 天路客他有可能是走得好 有可能是走得不好 走得好的天路客就是蒙水喜悦 神得荣耀 走得不好的天路客他就失败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实际上就像讲客一样 我也不能说叫讲道 这是义人罗德的一个失败 罗德是个天路客 他是个义人 在圣经里面讲说是义人 我们现在来看 今天大家读的这段圣经的下面 总共有四段的经文 第一段的经文是 在这个下面 刚才路克的兄带我们读的下面的经文里面 是第一段 是彼得后书二章六节 所以大家只要把那个粉红色的这个 这个章 那个 Tonia和James 对不起 你们没有这个单章 但是我想我昨天已经发了 不知道 有时候收到 下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第一段的圣经里面是在 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 这个二章六到八节 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读 这是来讲罗德的这个 到底圣经给罗德是怎么样来 来确认他的属灵身份 我们带一起读好吗 有犯定索多玛和罗拉将 二臣亲父 焚烧成为 作为后世俗敬虔的这些事情 只大救了他 常为各人隐形忧伤的一人罗德 因为大帝人正在他们中间 看见经见他们不发的事 他的意气就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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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他是亚伯拉罕的哥哥叫拿赫 拿赫的儿子 但是呢可能他从小的时候 他父母就都死了 所以变成这个 罗德就变成个孤儿 我们中间应该没有孤儿 但是可能我们的父母也不在了 这个他就跟着谁呢 他就跟着叔叔亚伯拉罕 也不知道是叔叔还是伯伯 这个在圣经里没有注明 他这个亚伯拉罕是 应该是亚伯拉罕是小 所以他应该叫叔叔 应该叫叔叔 拿赫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哥哥 那根据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讲 他是一个得救人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个义人 他是个义人 那这个义当然不是自己的义 是因为信神而来的义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都知道 凡成为义人的 包括挪亚 包括亚伯拉罕 都称为义人 不是自己的义 都是神的义 都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尽管这个罗德姓卓 而且由亚伯拉罕 这个称为信心之父的叔叔 作为长辈 属灵的长辈 但是他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 因世爱世界而出名的一个门徒 所以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 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 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十三十四和十九章 我们要反复看 所以如果因此又带圣经的话 你也不妨把圣经可以打开在 我们等一下会看的 都是在十一十二十三和十九节 基本上这个十一十二十三和十九章 差不多 因为罗德的故事很长 他跟亚伯拉罕们之间的故事很长 我当然不会全部都讲 只是大家因为要看一些reference 罗德在第十九章 我们现在不看十九章 但只是他告诉大家 在十九章里面是讲的是罗德的结局 罗德的结局充满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他一生经营的一切的财富 就是不管你赚多少钱 你有多少房子 以及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索多玛 一起被天火焚烧 他的事业和官位也都烟消云散 他的两个女婿 他两个就是还没有成婚 跟他女儿还没有成婚的 未来的女婿被烧死 罗德的妻子也死去 变成一根岩柱子 他的两个女儿 与他住在山洞里面 后来跟他乱伦 他乱伦以后所生下的两个人 一个是摩亚人的先祖 一个是亚门人的先祖 这两个种人后来成为以色列的仇敌 与上帝的子民跟神的国作对 所以读到罗德的结局的时候 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扼腕长叹 如果你觉得无所谓 你就很危险了 弟兄 所以罗德的生平 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就是如果 也许你有得救的经历 或者你跟从过一个很属灵的人 你或者也具备很多的恩赐 神给你很有利的属灵条件 或者说你表面上看起来 我的教会都签度很好 没什么大错 但是呢 甚至说你可能跟罗德一样 哎呀我的异心也天天为世人的淫乱 为多伦多的人的淫行而诱伤 但是如果大家 你心里的这个骄傲没有除去 你爱世界的心没有除去 你可能成为一个失败堕落的人 不但没有让主这个有荣耀 而且你会让主蒙羞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罗德失败的原因 到底有哪些 但是我在这之前先要提醒 我自己也提醒诸位 我们要是看 是要看自己有没有罗德一样 同样的问题 在这个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有两种人 他们听道是为别人听的 为什么 他听完道以后 他听道的时候 他是用来把这个听完的道理 我是对某某人很好 有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有的 但是有两种人 是专门拿圣经的话去套别人 不套自己的 一种人是假冒伪善的人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他常常是拿圣经的话去套别人 拿圣经的话去套传道人 甚至拿圣经的话跟传道人说 你应该闭嘴 因为你没有资格讲道 所以今天无论是David 还是Look 还是我Michael 站在这个地方 包括老牧师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讲道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要传道的 但是我只跟大家讲 就希望大家了解 一个人 一个假冒为善的人 他是听道为别人听的 是用来套别人 第二种人是在属灵上 比较幼稚的基督徒 他们常常听的时候 哎呀 我巴不得我丈夫也在 我巴不得我妻子也在 巴不得某某弟兄姐妹 今天也在 他听了以后他会悔改 当然知道你这心 我们都理解 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 我以前也替别人听道 但是神说你要为自己听道 所以今天我们回顾罗德的教训的时候 请记住 你不是去检查别人是不是向罗德 乃是检查自己是不是向罗德 这个你也许发现 我自己还不如罗德了 如果我还不如罗德 那我的结局也许比罗德更惨了 这就是我们听道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几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罗德失败 罗德是个义人 也就是说我们用现代话来说 罗德是个基督徒 他为什么会失败 这么惨 最后的结果是 他成为上帝的国的仇敌 他的后裔 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是 他的信仰根基不牢固 第一点 我们总共要看六点 第一点是信仰根基不牢固 他不牢固什么呢 他只跟着人 他不跟随神 就是说他盯着人看 他不盯着神看 我们来看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三十一节开始 简单看《创世纪》的第十一章 三十一节 你把《圣经》打开 我们一节节朝下看 我们大概要看六七节经文的问题 这一段 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它是怎么跟着人走的 在《创世纪》十一章的三十一节 塔拉是谁呢 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爸爸 也就是说是罗德的爷爷 罗德的爷爷塔拉带着他儿子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 和这个儿子亚伯拉罕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且他儿父亚伯拉罕的妻子萨莱 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要往迦南地区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那么这是一节 是他们离开迦勒底的乌尔 迦勒底就是巴比伦 巴比伦的乌尔 好 再翻到下一章 《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这个罗德跟着他叔叔出了乌尔以后 在十二章的第一节 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家本族富家 往我索要指示你的地区 这是跟着他离开 这个事要干什么呢 罗德跟着亚伯拉罕离开哈兰 去到哪里呢 要到索要指示的地方去 在第四节下面 在十二章第四节说 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这个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 七十五岁 那么这个时候 罗德明显因为是他的侄子 所以他一定年纪是比亚伯拉还比较轻很多了 这第五节什么呢 第五节说 亚伯拉罕将他的妻子萨兰和侄子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务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区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在第十节 第十节是一个换的地方 他怎么呢 因为迦南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甚大 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 到了埃及去了 要在那里占居 我们后面会看到 这个埃及实际不是耶和华要他去的 是他自己去的 埃及是在圣经里面代表世界 这个亚伯拉罕本来是受神的蒙召 但是他到世界去了 这是亚伯拉带着他的这个 这个侄子走了一个属灵的弯路 请大家翻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 就是下一章的第一节 亚伯拉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 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干什么 他们又从埃及回来了 对不对 南地是哪里呢 就是加南地 好 看完了这几节经文以后 我们下面做一个简单讲解 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说他的信仰不牢固 从上面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罗德在属灵道路上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最初的信仰上 有一个很大的不足 他的信仰是跟从别人 紧盯着人的信心 开始的时候 他爷爷带他离开沃尔 他就离开沃尔 他叔叔带他到加南 他就到加南 叔叔带他下埃及 他也就稀里糊涂地去了 后来亚伯拉还没有带他回伯特利 他就回伯特利 他好像是一个被动跟随的信徒 一个盯着人看的信徒 亚伯拉还没有离开沃尔 是听见 清楚听到上帝的呼召 对不对 只是他离开的时候 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他凭了信心离开 神呼召的是谁 神呼召的是亚伯拉 但是呢 罗德就跟着他去了 所以罗德离开沃尔 不是因为 这个耶和华呼召的缘故 是跟了叔叔去的缘故 有些弟兄姐妹 起初因为 佩服某一个基督徒 行为很好 所以他就信 认识主 但是你的信心 不应该建立在你所佩服的 这个人身上 应当建立在那 完全纯洁 善良 这个的圣洁的恩主的 耶稣的身上 这个恩主 就是刚才 David弟兄所讲到的 Luke弟兄所见证的 这么一个恩主耶稣 那样的信心 你才稳固 还有些不成熟的基督徒 喜欢崇拜一些名人 一些被主重用的 一些属灵的 一些伟人 很多基督徒 我希望大家不要 不需要有这样的口气 来介绍 哦 某某人是个大牧师 大步道家 大神学家 为什么要加上大牧 弟兄姐妹要谨慎 没有一个属灵的人 一个属灵的伟人 真正值得我们崇拜或者敬佩 否则你今天应崇拜 这个某某某某大牧师 大神学家 而战利 明天你可能因着他跌倒就跌倒 在美国一个 已经服侍了五六十年的 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牧师 最近他公开承认 他六十年的酒瘾 他常常是老婆都不知道 六十年喝酒 他老婆不知道 而且他是酗酒 那你要为这个大牧师 你要说什么呢 你是要站立还是要跌倒呢 所以传道人他不是神 大家不要搞错 亚伯拉罕虽然把罗德带出了 沃尔和哈兰 但是也曾经把罗德带到埃及去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了 埃及是代表世界 不是上帝的应许之地 所以这样的事情 本身就是例子提醒我们诸位 我们不是跟着人走 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敬虔的老牧师 但是我们教会不是跟着老牧师走 我们教会有非常有恩赐的一些弟兄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是跟着弟兄们走 我们乃是跟着神走 这个事要大家牢记 我们的信仰不能单建在耶稣的 应该要单单的建造在耶稣基督上 什么都不可以 如果我们有一个两万人的教会 这教会也靠不住 罗德失败同意原因 就是他在灵性上第一个阶段 就纵向失败的祸根 他有信仰的危机 使得他后来就跌倒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因为 这个敬重一个人 看着被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善行 所感动而认识主 我不是这样说 我是说乃是你信主的死以后开始 你就要跟着主了 就不能再跟着这个基督徒了 这个带你归主的那个人了 因为要不然你要是跟着人你就危险 所以弟兄姐妹 从这个第一点的里面 他的信仰根基不牢固 我要请问 每一个基督徒请问自己 你有真实的信心吗 你是跟着主还是跟着人 你是盯着主还是盯着人看 你是奉献给主还是奉献给人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罗德身上有今生的骄傲 他骄傲 他骄傲导致他不顺服人 也不顺服神 大家来看 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 我们刚才读了第一节 对不对 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十一节 我简单的给大家读一下 快速的读一下 大家有圣经的可以一起 自己可以一直读下去 好了 十三章一到十一节 罗德带着妻子和罗德 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罗德的金银 亚伯拉罕的金银身处极多 这是指亚伯拉罕发了财 在埃及发了财 看来下函还是有用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里去 到了伯特里和爱的中间 就在以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体现铸台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 你看这是亚伯拉罕 这个悔改 他悔改 他从这个悔到以后 他不是因为钱忘记神了 他没有 他反而是到那里去铸台的地方 再去求告耶和华的神 但是请看第5节开始 与亚伯拉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哇 这个 一个大企业家 亚伯拉带着他的儿子 这个侄子 这个罗德 都发财了 就跟香港的李嘉诚和他的儿子一样 最近他们刚分家 听说 全香港都沸腾了 说不知道 马拉儿子费了多少钱 这个奖到钱 当然每个细胞都张开 这个罗德也是 跟他叔叔去 这个 没白去一趟 跟叔叔一同发了财 看见 他说 与亚伯拉同行的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哇 他以前是在叔叔那里 好像感觉是寄着你一下 一个小不点 现在有他自己了 你看 当时 第七节 这个迦南人与比利喜人在内居住 亚伯拉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了不得 亚伯拉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弟兄 遍地不都在你面前吗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 罗德 这个意气风发的 这个青年企业家 他局目 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 都是滋润的 那帝在耶和华 这个 未灭 索多玛 俄摩拉 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 也像埃及地 第十一节 于是 罗德选择 约旦河的全平原 向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殊迟一场 从此就决别了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那些 喜欢跟着人的基督徒 常常容易 走另外一个极端 这个另外一个极端 什么呢 就是容易产生 属灵上的骄傲 以至于最后的不顺服 最后导致 失足坠落 大家看罗德 他在属灵道路上 以前跟亚伯拉罕 一起做了什么 一起有过很多属灵的经历 你看 他跟亚伯拉一同 离开吴尔 一同又离开哈兰 一起下 住过迦南 一起又下海经商 下到埃及 又回到伯特利 不知不觉 有了一点 属灵经历的罗德 他不再像以前 那么谦卑受教 从前的罗德 以前我们相信 他很尊重叔叔了 因为他看见亚伯拉罕的爱心 从小就受叔叔的看顾 照顾 心里很受感动 他也看见亚伯拉罕那样 顺服上帝的旨意 毅然决然 把年老的父亲 留在哈兰 决心 答应上帝的呼召 他看见亚伯拉罕的心 确实无体投机 他觉得叔叔是个非常属灵的人 你看他这么愿意付代价 我要像叔叔一样 叔叔去哪里 我也去哪里 这个要小心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 但是不久以后 这个亚伯拉罕下到埃及了 他在埃及做什么事 大家如果读圣经的弟兄姐妹就知道 他撒谎 他怎么撒谎 他跟他老婆说 你太漂亮了 你太漂亮了 所以下到埃及人可能要杀我 为了不让人杀我 你要跟别人讲 你不是我老婆 你是我妹妹 免得别人起那种杀人夺妻的这个念头 所以他就跟他老婆这么说 当然他老婆实在也是他的这个一个一个妹妹 但不是同父同母的妹妹 你看 那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在埃及撒谎 后来差点 他老婆是不是被真备弄去 他老婆真的被埃及王给拿去了 差点做了别的老婆了 所以亚伯拉罕下埃及去 本来是去躲避 躲避饥荒 想去弄点银子的 没想到差点 连老婆都陪进去 但这些丑事呢 是被罗德知道的 所以如果我们中间的属灵的长辈一点的 我们属灵上得救早一点的 我们是带着一个人 介绍一个人认识主的 这些人我们的言行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把人带歪了 不要因为别人年幼的基督徒 比较年轻的基督徒被我们绊倒 但是呢 大家看见他 他 他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罗德现在的问题 就看到他叔叔原来光辉形象 高达形象也不过如此 而且呢 叔叔发了财 现在我也发了财 我也住在自己帐篷里面 这个帐篷是什么 就像我们现在的房子 当然就不像是那个 索多玛里面的房子 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 帐篷在圣经里面也很重要 还有 专门有个住棚节 在这个状态当中 所以 这个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罗德就对亚伯拉罕的态度不一样 他开始不把叔叔放在眼里了 现在他认为自己灵性上 已经有了一些资历 他认为自己也是老基督徒了 我在教会好些年了 我也可以做领袖了 所以他就开始教 开始瞧不起自己的叔叔 开始对叔叔不顺服 为什么 但我怎么说 为什么说不顺服呢 他纵容自己的牧人 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 别小看这件事情 第一他比亚伯拉罕小一辈 是不是 第二他是跟着叔叔一直到如今 他是胆大 胆大 弟兄姐妹 有些基督徒 我们对照自己 是不是有这样 以为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 有了一些经历 有的人说 我读了一点神学 有的人说 我传福音传了不少 我做了一些贡献 也有一点成绩 就开始骄傲自满 已经忘记 我们服侍神 传福音 都是上帝的恩典 有人能 因为我们传福音而得救 这个恩典 不但临到那得救人 这个恩典也是临到我们传福音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搞错 以为是 你看我多了不起 这是一种真正的危机 所以基督徒三四年以后 就跟你刚开车的人 三四年以后 就非常危险 这个时候你往往容易骄傲 起先的罗德做错了 他一位跟着叔叔盯着人看 这是一个极端 但是现在的罗德走另外一个极端 他怎么 两个极端都错 以前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到埃及去 在属灵上走了弯路 但是大家发现 亚伯拉罕下埃及回来以后 更加敬畏神 罗德却不是这样 罗德不再爱主了 他从埃及回来以后 他们俩就分家了 是不是 这差别很大 看起来表面上 罗德和亚伯拉罕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差远了 我们刚才讲 这个亚伯拉罕从埃及 在世界上去转了一圈以后 回来 悔改以后 继续跟神同住 他继续的求告耶和华的名 继续回到他力坛 这个祝坛求告神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个罗德不一样 罗德不在西海 亚伯拉罕这个他属灵的这个长辈 一个爱他的主内的手足弟兄 他甚至不惜以下犯上与叔叔相争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亏损 也是他最危险的决定 为什么道理 他离开这个 直从他离开亚伯拉罕以后 他落单而去 一记绝尘 但是呢 他的属灵上也是一溃千里 从此没有黑头路 你看后来罗德从来就没有悔改过 一头走到黑 就不再回头了 所以弟兄们 如果你是要做独行侠的 你要小心一点 弟兄姐 我也是一样 我也不能说 我有什么事情 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叫回去 不想干 我跟他不理也不理了 你要一个人做独行侠 一个人走孤独走天路的 一个天路客 是很容易被魔鬼绊倒的 有一件事情 我想希望大家引起大家重视 一个喜欢跟随人的基督徒 他开始的时候是盲目的跟着 属灵前辈 来代替主耶稣 所以他跟主耶稣 个人的接触很少 等到自以为灵命有点长进以后 他往往就是开始骄傲 他开始用什么 用自己来代替那属灵的前辈 最后就自己就做起神来了 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光读就这样算了 我们每个人要提醒自己 我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分析完他的第二问题以后 今天我也是这件事情 我挣扎了很久 但是神还是要我跟大家来提醒 我要花几分钟时间提醒 特别提醒基督徒 尤其是基督徒的姐妹 不要效法罗德只有两个极端 这个第一个极端我们刚才讲 罗德是跟着了亚伦 有些姐妹也是喜欢跟随属灵的伟人 开口闭口就是大幕式大布道家 这听上去真的有点像相信名牌产品一样 这个是不好的 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的教会 姐妹信主信得快 信主人数多 也很火热 很投入 都感谢主 很多教会里面的姐妹 确实在主里面有很多的劳苦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感情色彩也比较浓一些 姐妹的属灵上的分辨能力相对不够 所以比较容易被人煽动 被人煽动 一煽情感情就动 就容易被人煽动 煽动以后就比较容易被人带偏 当然我不是说每个基督徒姐妹都这样 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坚定的姐妹 我不是一概而论 也不是说弟兄就不会 但是大家要想一逼 姐妹比较容易滥用自己的情感 滥用自己的好恶 凭着第六感觉走天路 比如说我走天路 我凭第六感觉 我比你们男人第六感觉强 这个可能不行了 圣经没有讲第六感觉 这样姐妹就比较容易跌倒 所以姐妹要谦卑柔和 要向下扎根才能向上成长 姐妹喜欢多像花一样 喜欢看到花 但是这个根要先朝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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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sure make sure 你这个根够深 这个根深了 根从土里面接到这个土壤里面 就等个养分 那才让那个花开出来 那花开出来不能光开花不结果 它还会结果 所以这根不深就既不会开花 开出来的花也跟无花果树一样 不结果子 这个就光了 第二个极端 是姐妹们容易像罗德一样 跟亚伯拉罕去相争 我在这里不是要攻击 某一个或者所有的姐妹 但是许多的姐妹一直跟丈夫相争 信主以前咱们就不用说了 我们从中国大道来的姐妹 这各个都是铁羊子 都是金国英雄 这个所谓金国不让虚美 我们从小就这么受训练 各个都是超级女人 没有一个神有了灯 各个都是神 各个都是神 那信主以后呢 我们 不但是我们 这个弟兄 姐妹是不是应该都已经死了 得救的基督徒是应该要死了的才行 如果没有死过 你就不能得救 那在基督里死了 不是我们肉体死了 肉体还没有死 那既然你已经死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丈夫继续的相争相斗 像罗德斗 亚伯拉罕没想到 有的姐妹说 我没有斗 你不是明争就是暗斗 有的姐妹说 我没有 我没有嚣张跋扈 你没有嚣张跋扈的控制你的丈夫 但是你可能是处心积虑的 用上帝赐给你的那点小脑筋 你去操纵你的丈夫 你说我没有犯罪啊 是你可能不是用犯罪的方法 但是你可能甚至用很属灵的借口 来跟你丈夫相争 有的夫妻不但相争 而且是相咬相吞 根本没有圣徒的体统 这个相咬相吞在圣经里面 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字是在加勒泰书第五章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 这个相咬相吞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 像动物一样撕咬 用嘴巴它都不用那个 都不用不用不用爪子 就咬吞 这就是动物的本性 那你说哪有圣徒的体统 大家都知道 我想请问 这个为什么基督徒的妻子 会不顺服丈夫跟丈夫相争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有的弟兄姐妹说 是因为罪的本性 对不对 我不太同意 圣经不是这样说 圣经说 与其说 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 与骄傲跟丈夫抵挡相争 不是因为 主要不是因为罪的本性 乃是因为骄傲 那很多人说 骄傲也是罪啊 小心看啊 这骄傲和罪还是有区别的 在圣经里面 骄傲和罪性的区别 大家要注意 你的不顺服 主要是因为你骄傲 所以你才不顺服 而骄傲是你的责任居多 如果完全是因为你的骄傲 那么你就负百分之一百责任 但是你把 你说这是罪性 罪性是从哪来的 是从我爸来的 我爸的罪性哪来的 从亚当来的 所以你无形当中 这责任就变成老祖宗的不是 所以有的人 好像看上去很谦卑 你看我这个罪性 所以我又犯罪了 不要老把责任推到亚当身上 也不要把责任推到撒旦身上 骄傲是我们的问题 是不是 我想请问 上帝造天使 路西佛的时候 他有罪吗 他没有罪 后来他是怎么堕落的 堕落的天使 变成撒旦的 是因为他骄傲 他认我跟神差不多 有什么了不起 一口话不过如此 后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 是什么 也是因为罪性吗 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是没有罪的 他们是因为什么 也是因为骄傲 他们认为 嗯 耶和华说吃了就死 蛇说吃了不死 让我来想 我来做决定 是不是 所以 人类世界的第一个法庭 是人坐在法官的位置上 审判神 我们很多妻子在家里 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审判丈夫 审判教会 审判儿子 审判 从来不审自己 但是这个要小心 所以 骄傲和罪性是两回事 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有的姐妹也会这样辩解说 我的丈夫 我不顺服心 我丈夫不好 他不称职啊 他做的不行啊 你瞧他的德行啊 但是实际上你的不顺服 是因为你的骄傲 你要小心 像罗德一样 你说罗德 为什么会跟这个 去公然的 纵容自己的牧人 与亚伯拉罕的牧人对抗 是因为他认为 为什么了不起 我也可以啊 我也住自己帐篷 我也有钱 我也有 我什么都可以啊 凭什么你 你老头 所以罗德你看 既不赔礼 也不道歉 更不做补救 最后 我们在座的姐妹们 要闷心自问 也许在座弟兄 也是要这样 但是我想 包括我自己 但是我今天 在这里 重点是要提醒姐妹 你要闷心自问 你是不是常常认为 你比你丈夫更属灵啊 你跟上帝的关系更好 你是不是认为 如果没有你的领导和控制 这家就没办法过了 这日子没办法过了 这家就完了 你是不是认为 你的丈夫 根本就不配你顺服她 所以最后就是 因为她不配 她不行 所以我就什么 取而代之 不但取而代之 你得乖乖的听老娘吧 这个我不是要攻击 在座的姐妹 这实实在在 很多情况下 存在中 或多或少 弟兄的问题 一大堆 今天所讲的罗德 就是讲弟兄 所以我在这里加一段 对姐妹的一个告诫 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 我们看圣经 一段圣经 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粉红说里面 第二段 是圣经讲妻子要该怎么样 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或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不光姐妹弟兄一起读好不好 好 你们做妻子的 帮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谢谢 这一段圣经写得很明白 圣经怎么说 她说妻子只要顺服 而且是一味的顺服 姐妹说 对 没错 但是 圣经没有但是 圣经老名没有跟但是 圣经没有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 非常非常非常敬虔的丈夫 非常非常非常敬虔 完美无缺的丈夫 圣经甚至没有说 你们要顺服基督徒丈夫 在丈夫面前 没有形容词 没有定贯子 圣经也没有说 要非常非常非常 属灵的丈夫 才是妻子的头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丈夫不是基督徒 你也要用你的丈夫为头 顺服和顺从是两回事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们不顺从丈夫 乃是我们不顺服丈夫 不顺服的根 是因为我们的骄傲 圣经把顺服丈夫 大家注意到一看 在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什么 把顺服丈夫和顺服基督相提并论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一个picture 一幅图画 一个基督徒妻子 扬起自己高傲的头 他把自己头抬起来 他要抵挡基督给他的那个头 所以你在家里是两个头 两个头的是怪物不是人来的 你挑战的不但是丈夫 你挑战的是基督和他的权柄 基督和他的权柄 一个姐妹只有真正顺服基督的权柄 才会真正顺服丈夫的权柄 一个不是真正顺服丈夫的基督的姐妹 她内心深处也是不会顺服基督和上帝的权柄 你别说你嘴巴讲的动听没有用 也许甚至有的姐妹说我很顺服主的 但是那可能是你的错觉 或者是自欺欺人 而且大家常常注意到 因为我在一些教会也看到 有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自己教会也看到 一些在教会里面那些指手画脚的 平头平竹的 发号司令的甚至在那里发飙的 这些基督徒的姐妹 常常在家里就是不顺服丈夫了 常常是不孝敬长辈 因为她目无尊长 是因为她目无神 有些基督徒的姐妹甚至挖空心思的 要控制自己的丈夫 这是一种无知 一种极大的无知 也是一种犯罪 希望有这样问题的姐妹要好好的反省 要好好的悔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是最近一篇重要的调查报告 在基督徒在北美洲的教会里面 引起很大的震动 这份报告是以无可争议的统计数据和 合场的调查为根基 向我们揭示西方的教会 教会在西方衰落的一项重要的秘密 我跟大家讲过 在过去四十年当中 伦敦关闭了三千间教会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是美国教会的发源地 四十年当中 关闭三千间教会 一年要关一百多间 将近一百间 大家知道 他这份报告里面 数字非常的详细 原因是女权主义在教会兴起 他颠覆了上帝创造的秩序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女人先把丈夫从家里挤出去 然后把男人从教会里挤出去 然后再把孩子们从教会挤出去 所以神的教会已经是乌烟瘴气不像话 你看北北中很多的教会 有孩子们吗 没有 有孩子的这些很多的聚会也都干什么 跳舞的 玩的 party的 那是娱乐的 那只是个青年club youth club 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 像我们星期五晚上在Alex家里那种茶经聚会 那才不是 有的美国教会 甚至什么 把主导文都改了 大家知道主导文怎么背 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不是 你知道他们怎么改 我们在天上的妈 真的 Our mother in heaven 全教会开始 敬拜前都站起来 江朱道文吗 江朱道文就是 Our father in heaven 但是他怎么说 他说 Our mother in heaven 他说上帝也许是个女的 这是对神的亵渎 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姐妹都是 也许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 她说我不是啊 我从来没接触过女权运动 也许你不用这个名字 但是只要你在中国读过一点书 你在中国看过一点报 你在中国受点点洗脑的话 十有八九都有女权主义的思想 请姐妹们自己要谨慎 基督徒的姐妹 本来应当在家里在教会 做顺服上帝顺服丈夫的表率 无论在孩子的面前还是在教会里面 或者是在不姓主的人的面前 可惜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的妻子 却做榜样率先挑头 来挑战和叛逆上帝所案例的丈夫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丈夫在家里是灰头土脸的 问题不是吐在丈夫身上 不主要在丈夫身上 问题是在那个骄傲的 背叛神 挑战神的权威的 那个不要上帝给她的那个头 她要扬起自己高傲的头的那个女人 所以我们要谨慎 很多的基督徒姐妹在家里做监督 做长老 做执事 做老板 做领袖 反正我就家里的主了 有一个孩子这么说 他说我们家有三个主 有三个主 一个主是主耶稣 第二主是我爸 所以主耶稣说的事 我不算 我等一下去问我爸 但是最算话的是第三个主 就是我妈 我妈才是做主的 我妈在家里是真正的主 所以家里 这孩子看来 家里有三个主 有三个神 但愿我们姓祖的姐妹都做一个 顺服主 顺服丈夫 有头有面的女人 有头有面的女人 一个不尊自己的丈夫为大的女人 她根本就没有头 这是第二点 我讲了稍微 因为在这个范围里做了一点隐身 但是希望大家要看 罗德的问题 主要是骄傲 骄傲使得他不惜公然挑战 公然挑战 他本该顺服的这个输出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丈夫 基督徒的妻子 都要小心 尤其是姐妹 要小心掉到那陷阱里面去 骄傲 第三个原因 罗德跌倒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财富的残类 财富的残类 财富的残类是什么呢 他就侍奉马门不侍奉神了 我们知道这个罗德后来是怎么跌倒 我们来看 创世纪第十三章的六到七节 十三章六到七 十三章六到七 十三章六到七说 那地已容不下他们 那地已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财富很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那时加拿人和比利西人在那居住 亚伯拉罕的穆人和罗德的穆人相政 这我们已经读过了 第十一节 于是罗德选择 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前移 他们就彼此分裂分离了 这可能是在加勒底的第一个教会就分裂 就俩人 但是他们就分了 使罗德堕落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他在埃及回来以后就发了财 钱财使得罗德变了一个人 罗德猜大气粗 说话大声 做事大胆了 罗德以前是孤儿 只能跟着叔叔 但现在他不再是个穷光蛋了 我们看见他根本就是有钱人 他也有一群仆人了 为什么有仆人 他的牧人敢去挑战 这个亚伯拉罕的地盘 他也有打手了 所以他可以以叔叔一阵高下 要争江湖了 弟兄姐妹 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都一样 是不是谁有钱谁说话大声 我知道以前我们没信主之前通常是这样 希望大家信主有不要这样 不但在自己家里是这样 在主的教会也是这样 如果在教会里面比较富有一点的弟兄姐妹 要更加的谦卑 你在教会里面奉献多一些的弟兄姐妹 不是说你奉献多 你就发言权就大 有的教会是什么呢 谁的奉献多 谁就做长老执事 那这个我们不是这样 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 为什么 教会的主是耶稣不是钱 罗德年轻轻就变得富有 这是我们对在座的基督徒的爸爸妈妈们 提一个共勉的这么一个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从罗德身上 罗德年轻轻的就变得很富有 使得他忘乎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 我们有年长一点的孩子 有年幼一点的孩子 但是继承父母的财富 常常导致他们一生走很多的弯路 我们的孩子还幼难 你不要把这么沉重的金子银子 被人让他走天路 你是好心了 你是好心 但是常常是成为他们走弯路的主要原因 这个富二代官二代有钱的都不咋样 罗德的叔叔 亚伯拉罕都富足了 结果他们反而不能同住 罗德因为钱财多 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属灵的伙伴 使得他的属灵角落后来我们就看到他 一泻千里 一泻千里 到最后的结局是 惨不忍睹 所以基督徒父母要万分谨慎 如果你担惊 担惊虑 苦心经营的钱财 很有可能成为你儿女的蝉类 甚至是致命的网罗 罗罗是什么 捕鸟的 捕鸟的 就像蜘蛛网上面抓蚊子苍蝇一样 一沾就上去 那是致命的 儿女从那里不老 从父母那里不老而获拿来的钱财 往往是对他们人生最大的破坏和侮辱 你是把你骄傲的财富给你儿子 你看老爸多厉害 我一生积蓄那么多钱财 拿去房子多大 车子够好 罗德和亚伯拉海们因钱财分离 很多教会也是因钱财的财类而分裂 大家知道这个钱就这么一张薄薄的纸 可惜这王八蛋他吞噬过很多人的良知 他也离间过很多的友谊 也拆散过许多的夫妻 拆散过许多的夫妻 那个 甚至肢解过很多的教会 肢解过很多的教会 看看他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是个陷阱 这个开关我们也开了 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 要跟杰森的workout technical 这个 这个是亚伯拉海和罗德这个钱财分离导致的问题 我们知道钱也肢解过很多的教会 所以大家知道很多教会建堂的时候 最后分裂了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小心来处理钱的问题 我们很多的夫妻也是因为被钱所拆散了 好 这是第三个原因 我们还有三个原因 就比较快 后面 在第四个原因就是 这个罗德什么 有爱世俗的心 他爱世俗的心以后 他就变成爱世界不爱神了 他就爱世界不爱神了 我们看见 在《创世纪》第十三章 十到十三节 大家来看一下 《创世纪》第十三章 十到十三节 罗德举目看见 叶弹河的全平原 直到所有都是滋润的那地 在叶华未灭 索多玛 阿摩拉以先 如同叶华的原子 也向埃及地 于是罗德就选择 叶弹河的全平原 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就住在加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里 他什么 渐渐挪移帐篷 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叶华面前最大恶极 这个罗德灵性坠落的第四原因 是因为他爱世界的心增加了 罗德 这个亚伯兰姿态很高啊 亚伯兰说你先选吧 你先选吧 这罗德当然不让 真的 他就选择了最滋润最茂盛的平原 这看起来罗德聪明啊 而且很自然啊 但是这里面反映出罗德的自私 他的贪婪 他爱世界的心 他做出了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抉择 但是最后这个选择被证明什么 这个聪明的选择被证明是致命的 是灾难性的 罗德分得了好地 他没有做什么好结果 罗德和亚伯兰分地之后 罗德就在索多玛与尔摩兰的附近安顿下来 他又再次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分的一块好地就算了 他非得要靠近索多玛和俄姆拉 所以 这又是个错误 这两个城市很富有 它是因为那两个城市的富有而羡慕 我都在想 有时候罗德肯定在想 我要自有一天变成城里人就好了 但是他们最大恶极 罗德知不知道 罗德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在彼得后书的 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里面 在这个红叶的第一段里面是什么 第一段说他住在里面是什么 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一人 罗德 因为那一人坐在他们中间 听见他们不法了 是他的异心就天天伤痛 是不是 所以他对索多玛 俄姆拉人的隐形 他不是一概不知的 他都知道 但是他是 渐渐渐渐就能移过去了 圣经有一段这个话 我们是在第三段 在第三节 大家看见 第三段的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看见的 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 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这个罗德选的是什么 看得见的 是不是 他选择看得见的 所以呢 他不 他就 他就去顾念的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是暂时的 所以弟兄姐妹 也许你的存折很厚 但是那只是你看得见的 那是暂时的 亚伯拉罕就不一样 我们刚才这个路克要弟兄 带我们读的这段 在希伯来书的这段圣经里面 最上面这段 上面写的什么 他说 他说亚伯拉罕在等什么呢 亚伯拉罕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十节 好看 那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 这个索多玛是人所经营所建造 看起来色彩斑乱 这个炫目这个耀眼 但是呢 他不是 所以亚伯拉罕固念的是 一生住帐篷 等待那座天上有根基的城 亚伯拉罕才是有智慧的敬前人 罗德呢 只顾眼前 他住在这个淫乱的索多玛 他是个愚昧人 我们来照照镜子 弟兄姐妹 我们是像罗德一样呢 还是像亚伯拉罕一样 其中一个照镜子的时候 也许照我们还觉得 我们连罗德都不如呢 请大家注意 罗德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索多玛 看起初 他只是不喜欢和亚伯拉罕在同住 叔叔 在叔叔面前我什么都不能做 这还得收这个筋骨 就像我们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跟爸妈住 为什么 在爸妈眼皮里向他收约束 然后他就开始羡慕索多玛附近的平原 后来他便渐渐地挪一帐篷 一直挪到索多玛 最后他在索多玛顶居 他在索多玛做什么 如果大家看在十九章的第一节 我们就是创世纪的十九章第一节 他坐在城门口 大家知道古时候 坐在城门口的是守城的官 那是个满不小的官 所以他说这个罗德怎么了 罗德混了一官半职了在那里 罗德进入了索多玛的什么 主流社会 哇 我是个当官了 我在城里不但做城里人 我还在城里当官了 你看 这个罗德不但当官了 他还做什么 还要跟索多玛人联姻了 他把两个女儿嫁出去 你看 这个时候女儿就派上用场了 是不是这样 就跟古时候和亲一样 现在我能把女儿嫁出去 嫁个城里人 嫁个索多玛市的市长 做儿媳妇 那我就发大了 我就很好了 罗德进了主流社会以后 又跟索多玛人结亲 把两个女儿许配给原装正宗的索多玛人做媳妇 所以罗德是做永久居住的打算了 他不打算离开了 所以大家看见没有 自从从埃及回来以后 这个罗德尽管人没有回老家乌尔去 但是他并没有跟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 他的心就跑到索多玛去 他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罗布 他不是一下就搬过去的 我们中间基督徒也要小心 我们不会一下子就划落到世界里面去的 乃是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挪过去 我们有些基督徒有没有觉得最近你圣经读少一点 祷告少一点 偶尔缺了一两次不来主日 慢慢慢慢你发现 可以啊 我少读点圣经少祷告一点 偶尔缺了一两次也没什么问题啊 到最后慢慢的习惯就品成自然 你就一点一点挪过去 最后直到完全的离开主 有的弟兄姐妹还做的挺巧妙的 因为他一到教会来他就是个基督徒 他一回家他就不是了 自以为他是不动声色的在那里挪动自己的这个脚步 甚至有的是说我很巧妙啊 我移动的一点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神不知鬼不觉 鬼不觉神不知你这个话都是错的 神也知道吗鬼也知道 只有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在《使徒行传》大家不能去看 《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故事 《使亚纳尼亚和他妻子卖了田地以后欺哄圣灵》 最后这夫妻俩都倒闭 在彼得的脚前是因为他们欺哄圣灵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做的事情可以瞒得过圣灵 上帝的灵 那么这个就叫欺哄圣灵 后果是严重的 有一段经文在最后的一段经文 在这个红章里面最后一段经文 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这段圣经是对爱世界的罗德们 包括我自己包括在座的 如果我们像罗德一样骄傲爱世界 那么这段经文 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和警告 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我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 因为爱世界上的事 这项肉体的情侣 眼目的情侣 并并精神的骄傲 都不是重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侣都要过去 唯独最新神旨意的是 永远常的神 看完这段以后我们就到 还有最后剩下两点 关于罗德的这个属灵的教训 他之所以失败 第五点是 罗德受了管教不回头 受了管教不回头 他是顺从肉体不顺从神 这是他的问题 我们看创世纪的十四章 十一到十六节 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在创世纪十四章的十一到十六节 这里面说四王 四王子 当时有四个王 把索多玛和欧摩拉 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食物都裸去了 这个又把这个亚伯拉的侄子 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都裸去了 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所以说这个罗德成为那里的永久居民 第十三节说 有人逃出来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来告诉西伯兰人亚伯兰 亚伯兰正住在 亚摩利人曼利的相书那里 曼利和以什戈 戈并亚那 都是 亚来 都是弟兄 成与亚伯兰联盟 第十四节 亚伯兰听见侄耳 大家发现看 有一个括弧 原文做弟兄 就是 亚伯兰听见他自己的弟兄 主内的弟兄 被敌人掳去 他就做什么 他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状 顶三百一十八人 一直追到蛋 你知道蛋是哪里吗 蛋是追到边界上去 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拔 便把一切 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 连他执尔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等都什么 也都夺回来 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在罗德生平当中 这一件事情是 也值得我们非常警惕的 就是当罗德受上帝管教的时候 他竟不知道悔改 不知道回头 他两次的管教一次比一次的重 但他两次都拒绝悔改 所以他一次 第二次的管教是比第一次更重 现在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警戒 神要管教罗德 让罗德知道你自己是靠不住的 索多玛王也不能保护你 世界的享乐和财富 你都是靠不住 我们身在这个世上 弟兄姐妹 我们是没有钱 是没有办法 只是不可能活下去 但是呢 我们不应该贪恋这个世界 贪恋这个世界的享乐 罗德受了管教不悔改 你看 他第一 他没有感激亚伯拉罕的救助 是不是 是他跟叔叔闹翻了以后 自己还大言不惭的 这个挑了最肥沃的土地 就一早了之 从此跟他这个叔叔就像形同陌路了 但是呢 他叔叔去救他 他不但没有感激 而且呢 他也没有因此借着这个机会 跟亚伯拉罕说 叔叔啊我们和好吧 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跟祖内的弟兄合一 他也没有借此说 叔叔啊那我们以后 一直一起走天路 尽管我住在索多玛 你住在帐篷里面 但是我们一起走天路 他都没有 相反他是什么 一意孤行 而且呢 不肯千里索多玛 这个有的弟兄说 那也许这个罗德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神的管教 他可能甚至罗德说 这可能正好我运气不好 这又不是我 是不是人家打仗打败了 我成年都被掳去了 好罗德不知道 那我们看第二次 罗德受到第二次更严厉的管教 这是在圣经的第十九章 就创世纪的第十九章 创世纪第十九章 创世纪第十九章 在二十四节说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于火 从天上 耶和华那里降于 索多玛和俄摩拉 那是天火 从天上降下来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并且成立所有的聚